大家好,我是岩宝 新年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 郁金箱的手提包 它这一款包包的话呢 是用的这个手提的这个木质手提 然后包底的话我们加了一个这个皮革底 线的话呢用的是出线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布条线 好,它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成品的话呢 是非常立体有形的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放在这里 尺寸的话呢 手机是可以放下去的这个尺寸 放下手机除外呢 还可以放下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纸巾粉饼口红之类的 年钱这些也是可以的 这一块呢就比较高搭上一点 复古 这个用的是不条线编织的 出线编织的 我们开开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木质手提的话 你提着它这里就合并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装那个 一些那些 嗯,持扣啊之类的 不过你们想要里面不想要这种空空的呢 可以 嗯,加那种防布袋 就是漱口袋 这种的话呢就是店铺的这个防布袋了 这个漱口袋 这个剥点的话是棉毛材质的 所以我们会比防布的要薄一些 这种的话是防布的 我们是比棉毛的稍微厚一点哈 我们这个的话是不包括在材料包里面的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另外拍 这种防布袋是适用任何手工包包哈 嗯,我们做的水桶包啊 还有就是手提包啊 鞋块包啊那种 嗯,都可以用这种防布袋去装东西 装东西之后塞进去 抽紧就可以了哈 好,现在的话呢 我们开始介绍一下材料包里面有的东西 材料包的话主色是两团线 两团不条线 花朵的还有叶子的一共四团 嗯,还有一个这个皮革的包底 这个包底的话 其他颜色都是配的这个米色的哈 只有这个黑色的这一款 是配的这个黑色的包底 颜色要对称了 然后呢,我们勾针两个 一个粗的一个细的 嗯,干质缝合针 大孔的 然后我们的记号扣 五颗 然后还有这个木质手提 我们这个木质手提的话需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哈 因为这种是木质的哈 不是那种五金配件的那种 那么我们这个纹路就是有一个这个 木质的这个纹理 像这种哈 天然的这个木质纹理哈 它是天然的 所以有一些的话可能是突然不一样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 看一下 这种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每一个木头都是不一样 然后有这个 木质的纹理 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哈 然后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小瑕疵 但是小瑕疵的话是不会超过两到三个以上的哈 就是我们可能是收到一对 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这种 或者是 嗯 这种的 因为它是天然的没办法避免哈 所以我们收到这个木质手提 所以就会有这个 稍微有点小瑕疵 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开始学习吧 材料包介绍完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学习 我们先拿出这个包底 好,我们拿出线来 最后呢,我们从这个线头的中间去抽出一根线来 好,抽出一根线之后呢 我们这个包底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找到两边侧面的中间这一针 是个对应的这一针 这一针 这一针 我们是中间这一针 然后隔一针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 看一下 中间这一针我们数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在第四针 一、二、三、四 在第四针 录针我们去勾 一圈这个包底的这个针 然后我们用这条小别针呢 在我们的这边中间这一针 扣上一个交扣 扣上一个交扣 看一下 这扣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拿出这个线来 这个勾针扣处的地方是我们的起针点 就够标注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会讲解到 我们首先取一段线出来 留个10厘米长度 压住在需要勾置的位置中 好 把这个线 我们用这个线给它勾出来 勾针的话呢 我是用的4盖0的这一口 直接勾线出来 勾一个变质针 拉紧 然后再从同一个洞眼里头勾线出来 好 勾一个短针 勾线出来之后呢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把这两个线圈给它拖过来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可以给它标注一下记号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在每一个洞眼里头 穿针 穿入 把这个线 绕到勾针的下方 然后用勾针给它从这个线圈里头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呢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拖过来 好继续 每一针都这样子去勾 穿的时候呢 我们这根线是放到勾针的上方 可以给它边勾边长 好 勾线勾过来之后 绕线 一次性拖出来 穿进去 勾线出来 绕线 一次性给它勾出来 穿进去 勾线出来 绕线 一次性给它勾过来 好 我们按照这样同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胶扣的这一针 勾线 穿进去勾线出来 让线勾过来 好 我们现在勾到性要扣的第一针了 我们第一针这个 性要扣给它取下来 我们在这个位置穿进去 正常勾 先勾出一针 短针出来 然后继续 在同一个洞眼里头穿进去 再绕线 勾线出来 好 勾过来 我们这个是一个洞眼里头 给它勾了 两个短针 那么接下来下一针位置 我们穿进去勾线出来 腰线 给它勾一针 然后又到了第二个胶扣的地方 我们穿进去给它勾两针 一针 穿在穿入同一个位置 勾线出来 两针 好 接下来下一个洞眼 我们勾一针 好 接下来 最后一个教科 我们在这个洞眼里头 给它勾两针 好 勾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跟这边的是 一对应的 一个针目勾出一针来 就可以了 然后勾到这个针目对应的这一针 我们又是 好 找到中间这一针 给它扣上一个交扣 然后 隔一针 给它扣上一个交扣 然后这边再隔一针 也就最后一针这里 也扣上一个交扣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鼻子勾 勾到最后 也是一样 勾短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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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里还剩两针 我们穿进去勾线出来 然后再穿进去勾线出来 然后在交扣的这一针 我们勾两个短针 同一个位置勾两个短针 好 接下来下一个动眼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一个交扣 我们勾两个短针 好 接下来下一个动眼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最后一个交扣标注的动眼 我们勾两个短针 好 勾到这里的话 就代表我们这一圈的话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数一下一共多少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八 二 九 三 十 三 一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三 五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三 九 四 十 十 一 十二 四 三 四 十 四 十 四 十 五 四 十 四 十 五 四 十 四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三 十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十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八 二 九 三 十 三 一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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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五 三 六 三 七 三 八 三 九 四 十 四 一 四 二 四 三 四 四 好 我们勾完这一圈的话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换针 换这个粗一点的针了 我们看勾至第二圈 首先的话呢 在交扣的这一针穿进去 勾线出来 这个线圈 我们脱过这个线圈 脱过来 然后用力拉紧 好 我们勾正握的话呢 这样子握会比较费力 我们这样子握的话会轻松一点 看个人喜欢吧 勾一个便针出来 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 交扣这一针呢 勾一个短针 交扣这一针 标注在我们刚刚勾短针的这个上面去 接下来的话我们一针对一针的勾 一针对一针 这针勾好之后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边针勾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给它把这一圈给它勾直完成 一勾一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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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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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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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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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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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